来看记者观察 起飞的新职业系列报道 发展新制生产力不仅是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也给就业带来了新机遇 新挑战 一批新职业伴随着新技术的突破 开始起飞 今天我们就走进智慧码头来认识这里的系统优化师 以前在港口都是工人开着大货车往来运送集装箱 如今随着智慧港口的建设 我们会看到一台台无人驾驶运输机器人在来往穿梭 并且井然有序 那是谁在指挥他们 并且让他们变得越来越聪明高效 靠的就是智慧码头的系统优化师 在天津港北江港区智能化集装箱码头 随着货轮的靠港 长达15.6米的无人驾驶运输机器人就忙碌起来 此时在这个智慧中心里 装卸操控 车辆调度 一个个指令通过键盘 按钮精准传达到码头 作为系统优化师 范春奇全神贯注地盯着三个屏幕 左边屏幕是码头调度指令 右边是现场监控的实时画面 中间是智能水平运输系统 显示着所有车辆的运行轨迹 就是抱着一种鸡蛋里挑骨头的态度去关注一些关键数据 特别是转弯时的角度速度 多车协同信息 就是为了下一步的水平运输系统优化做积累 范春奇本科学的是自动化专业 硕士是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 2021年他成为了第一批系统优化师 这个岗位是一个全新的工种 全球都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 全面智能化在港口的领域也是刚刚起步 所以说系统需要不断的优化 不断的改进 才能不断的提升我们的作业效率 天津港北疆港区的智慧码头 采用自动化作业 货物从装卸转运堆放 全部通过人工智能实现 作为全球首个智慧灵探码头 这里每年的吞吐量高达200万标箱 在堆厂和货轮之间 有92个承担运输任务的智能机器人 他们通过激光雷达5G技术 转弯减速避让 每跑一趟 与周边设备会进行上百次的信息交互 能面对上百次的信息交互 机器人和设备之间该如何进行无障碍沟通 智慧码头 系统优化师范春奇 原以为自己有着人工智能的基础 做这项工作没有问题 但是干起来才发现 大数据协同牵一发而动全身 要优化运输系统 让无人驾驶机器人运输更加顺畅 需要对码头的各个环节的生产流程 非常熟悉 车有车的系统 桥有桥的系统 如果你只知道计算机知识 没有业务知识 你就会感觉无从下手 而我们这个岗是把咱们智慧智能码头的各个系统 揉合在了一起 我们就相当于是一个各个系统之间的桥梁 为此半年多里 范春奇到各班组了解生产调度的每个环节 学习按桥对位 调机抓箱等业务知识 最开始他和同事们不断优化运行路径 让这么多车各行其道 后来发现跟车距离是个要突破的难点 于是范春奇和机器人技术工程师反复沟通 分析车辆的转弯半径 斜行角度 在一次远程测试中 由于搞错了程序的一个小符号 还曾致使两辆机器人发生了碰撞 因为这个符号它在程序中 它代表着不同的逻辑关系 就是这件事就提醒我说 就是给机器人做优化 一定要十分谨慎 任何一点就是微小的差错 都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执行结果 进行了近百次数据采集 一次次试错修正 系统优化师们对运输机器人的执行 超车 直角拐弯 U型掉头不断测试 从大量数据中寻找新算法 逐渐使跟车距离从原来的12米缩短到了6米 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将这个跟车的距离速短到了极限 做的路径规划更加合理 在这个高峰作业的时候 现场的这个交通流就会很顺畅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智慧码头的工作场景 我们来看现代各本哈根号集装箱船 靠拨7000多个集装箱 仅用37个小时就完成了作业 创下一小时平均装卸203箱的效率记录 在该船京庭的10座海内外港口当中排名第一 在天津港智慧码头 除了系统优化师 还有远程装卸操控员等一些新型的岗位 2023年该码头集装箱吞吐量达到了215万标箱 比同规模传统自动化码头的集装箱导运环节减少了50% 随着我们国家智慧港口建设的不断深入 和新技术的不断发展 我们要善于创新我们系统优化方法 形成新制生产力 为我们智慧港口建设贡献更多的力量